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关于文本的基础知识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标准输入和输出,以及StreetIO和URLabel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标准输入和输出 那作为系统管理员的比较熟悉的工作 就是在进程的标准输入中读取数据 或是写入到进程的标准输出中 那么标准输入呢,就是简单的把数据送入到程序 让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可以读取 而标准输出呢,就是程序的输出 由程序在运行的时候执行写入操作 那使用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的好处 就是允许命令呢,跟其他的工具连接使用 Pandem标准库里呢,就包括了一个内建叫做SYS的模块 这个模块呢,就提供了对标准输入输出的支持 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标准输入怎么样来使用 以及它的类型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打开终端 打开终端以后,我们进入到iPad粉当中 iPYTHON 标准输入的使用呢,首先你要先加载这个SYS模块 然后再引用这个模块下的STDIN就是这个标准输入 那标准输出呢,就是SYS模块下的STDOUT就是标准输出模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类型是什么 我们先导入SYS模块 导入完了以后,我们让它跟一个文件 可读的文件类型做一下比对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当前目录下都有哪些文件 就有很多的文件 我们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随便读一个TST文件 这里呢,就准备一个F对象 等于Open 打开一个文件对象 这个文件呢,我们就去读这个S 用野号引起来的 SOME下滑线 W 呃,换一个吧 换一个PY PYTEMP 然后点TST文件 我们去读这个文件 回车 现在这个F,它是一个文件类型的对象 我们看一下,它跟这个SYS模块下的STDIN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F类型 敲一下F,回车 你看,这个F呢,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文件对象 这里头指定了它的这个类型 打开的是Open文件对象 然后打开了这个文件 它的模式呢,就是读取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YS模块下的 SYS模块下的STDIN 这就是标准输入 回车 我们看,它也是一个文件类型 Open文件类型 模式呢,是R 它们俩是同样一个类型 但是呢,只不过呢 一个是去读取指定的一个文件 一个呢,是STDIN 那么,它们解释器呢 就把这个标准的输入和文件类型呢,视为相同的类型 因此呢,它们也是使用相同的方法 虽然技术上它们是相同的类型呢 但不表示呢,它们俩所有的方法呢 都是相同的 那类文件的,类文件对象的一些方法呢 有不同的行为 比如说,那个SYS SYS.STD.STDIN 这是标准输入 它的SEEK SEEK的方法 那像这个方法呢,是可用的 但是你要调用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抛出一个遗藏 那我们现在呢,这里是不能在这里 直接用这个STDIN的 这样呢,我们 去写一个Panfit的脚本 来使用一下 使用一下这个STDIN 就是因为呢,在Panfit的 Panfit的提示服务下 或者iPanfit的提示服务下呢 使用这个SYS的标准输入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加载SYS 或执行SYS的STDIN的读取呢 是被永远禁止的 所以我们为了展示 SYS的标准输入如何工作 我们创建一个脚本 然后从脚本里告诉它去读取数据 好,现在呢 我们打开编辑文本编辑器 打开文本编辑器 我们创建一个Panfit的脚本文件 先把它存一下 单击保存 就存到我们当前的这个主目录文件夹下 给我们的文件起个名字 就叫SYS下滑线 STDIN标准输入 读取行 READLINE.py 扩展名是PY文件 好,单击保存 创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编写我们的代码了 写这个Panfit的脚本 首先呢,先让它执行我们的运行环境 斜线 USR斜线BIN 斜线ENV PYTHON 告诉它执行这个Panfit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Panfit脚本 首先先导入 导入SYS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个变量 Count 这个变量呢 就记录一下我们循环读了多少行 循环读一行呢 就是一个行号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读取 读取标准输入的内容 然后再把它这个输出 输出的时候呢 我们把那个行号输出来 用这个变量呢 就记下来行号 好,先初始复资为1 然后我们写一个Ware循环 循环的条件就直接给它一处 铁而右翼 让它一直循环 那么在这个始循环 这始循环当中呢 我们得有条件退出 什么条件呢 我们就看看去读这个 标准输入中的内容 如果里面没内容了 我们就退出 好,那首先我们先搞一个变量 LNE 让它等于呢 从标准输入中读取的内容 SYS.STDIN.READLNE 读取一行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 这个读到的行的内容 衣服 如果行的内容是空的 我们就退出了 所以NOTLNE 冒号 如果是空的 我们在这里就 BREAK 退出 那如果不是空的 那就继续往下执行 不是空的呢 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PRINT 打印 打印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格式 首先呢 前面 第一个百分号S 第一个百分号S呢 我们等一下就把行号放到这 中间加个冒号 后面呢 再来一个百分号S 就又一个字符串 放到第二个位置 那格式 格式的时候 放到这格式里的数据 我们就给它一个原主 原主中的第一个元素 就是COUNT 第二个 这个COUNT呢 就放到了冒号左边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元素 就是LNE 就是从这个标准数当中 读到的内容 把这个读到的内容呢 就放到冒号的右边 这里来 然后小括号 小括号结束 这PRINT就完事了 但是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能这个行号 一直都显示是1 所以每循环一次呢 这个行号就让它递增一次 那我们在下面呢 再把这个行号 递增 加等于1 在支撑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1 好 我们这个代码就写完了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让它开始去运行 运行什么呢 我们打开 打开一个这个 再打开一个终端 这个就不关了 这个先放一边去 我们再开一个终端 再开这个终端呢 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下 户命令 HOW 你看这里有三行记录 有三行 我们就执行这个 户的命令 把这个输出的 那个输入的这个结果 输入的结果显示出来 我们读到它 那怎么执行呢 记得我们这个 攀粉的文件 这个攀粉文件呢 是SYS-STDIN-READ-READLINE.py文件 好 那我们在这里执行呢 我们就告诉的 执行户 一个管道符号 属线 然后接下来呢 告诉的后面 点斜线 后面点斜线呢 就是执行我们的 后面的这个 攀粉文件 一个点斜线 SYS加划线 STDIN 名字就不要写错了 就是我们的 攀粉文件 READLINE.py 好 那我们再来执行 回车 我们先没设全线 没设全线呢 我们给它设一下 设全线就是 是CHMOD 然后加上X 加上X可执行的权线 给到SYS下划线 STDIN下划线 READLINE.py 好 执行完了 我们再来执行 前面这个户 这个命令 回车 我们看到了 读到了内容了 我们前面呢 执行户的时候 输出了三好 就从那个 从这个程序里输出了 看到了三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户的命令 执行的结果 让它读到 读到这个输入 读到我们的攀粉里面去 那我们每读到一行 前面我们就加了一个行号 一 二 三 那没有了的时候呢 就退出结束 这就是我们写的一个小程序 在这个脚本里 使用一下标准输入 用一下这个STDIN 去读取 读取这个跟踪 跟踪这个标准输入设备里面 读到的这个行 每一个行号呢 我们都把它的行号和内容打印出来看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代码呢 写得更简洁一点 啊 虽然我们这里搞了一个循环 一个始循环 然后去读取标准输入里头的内容 标准输入的设备里面拿到的内容 那么换一种更简洁的写法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美举对象 我们就不用写这么多 又搞变量 然后又去判断 那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例子上 在这个例子保存一下另存为吧 另存为一个新的 这里呢 在另存为 把这个名字改成2 2呢 我们就是读取的时候呢 换一种方式 把它改的简洁一点 单击保存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改了 现在这是2 换一种写法呢 咱们就不用搞一个复循环 不是要循环 但是咱们就不用搞一个变量 来去记录它了 这个循环呢 也不用这个Val循环 我们直接写个复循环 循环什么东西呢 因后面的目标 我们准备就创建一个美举对象 这个美举对象呢 就可以省略我们这个 好几行的代码 我们直接用 enumerate 用这个美举对象 创建出来一个可迭代的 可迭代的一个对象 我们这个可迭代的对象呢 就是SYS.STDIN 就从标准输入里拿到内容 拿到了内容呢 我们就循环 那么循环的时候 循环的时候 拿到的这个 返回的这个结果 我们就取出来两个 一个是行号I 多号 另外一个内容 我们就还叫LNE 就从这个美举迭代 拿出来的内容 那在这个循环当中 冒号 循环当中呢 很简单了 就留这个打印就行了 print打印 至于这个打印呢 咱们也不用这count了 直接拿出来的这个行号I 放在这就行了 后面的内容 第二个元素 这里拿到的内容呢 就是从这个标准输入里 读到的数据 这里呢都不变 这个count呢 也不用要了 所以我们如果用个 每一举对象的话 就可以把前面那个 啰里啰嗦的循环 就去掉 变成了两行就OK了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呢 我们在这里再执行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先给这个文件 加权限 设上权限了 设上权限以后 我们开始执行 户 还是执行这个户命令 然后用这个管道符号 把它们连接 输出结果 这个呢就是R 回侧 你看一样的 执行这个R也没有问题 它也是一样的输出 所以呢 我们只是在这个pun的脚本里面 学习一下 去使用这个stin 从标准输入 从标准输入里面呢 去读取对象 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SYS STDIN呢 它就是一个可读的文件对象 那除了这个STD STDIN 这个标准输入 那标准输出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文件对象 但是它是一个可写的文件对象 标准输出嘛 就是往外输出的 当然是可写入的 那标准输入是读取的 也就是可读的文件对象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俩的类型 呃 先看一下这个类型 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个 STD OU 回到我们的iPad分下 回到iPad分下 那在这里的呢 前面SYS我们已经导入了 这次呢 我们再来一个可写入的文件 比如说 我们准备一个文件对象 叫F 在这里呢 去创建 Open 一个叫FOO.ST的文件 然后逗号 后面给它一个 模式W 可写入的 回车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F 我们来看一下F 回车 那这里呢 变成了 还是文件对象 但是这模式呢 是可写入的 W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SYS下的STD OU T SYS模块下的STD OU T 这就是标准输出 回车 你会看到呢 它也是一个文件对象 它的模式呢 也是W 所以呢 它俩类型是相同的 那你可以拿类型比较一下 看看它俩是不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用 TYPE函数 呃 左边呢 我们就用 判断一下 SYS点 STD OU T 括号 拿到它的类型 如果你在这里直接敲回车的话 你看它的类型 就是文件类型 那我们拿这个 呃 取到的类型 去跟 呃 F对象去比对 我们用两个等号判断 它俩是不是相等的 你会看到这个结果是 处 还是FORCE 回车 是处 那就说明呢 它俩类型呢 是相相同的 就是说标准输出呢 标准输出呢 就是一个可写的文件类型 和这个可写入的文件类型 是相同的 那么标准输入呢 就是可读取的文件类型 好 那接下来 呃 作为一个相关的方面 那我们 既然是可读文件 与可写文件 共享相同的类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 读文件和写文件 那它俩比较呢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 我们前面那个F啊 前面这个F 呃 做成这个 这块是读入的 可读的 可读的呢 后来我们又把它 重新复辞变成可写了 我现在再来一个FR FR这个对象呢 是读的 我们也是open open open谁呢 还是这个吧 pytemp.tst pytemp.tst 读这个文件 后面呢 我们直接给它模式 R 读取的 啊 现在FR呢 是一个文件对象了 FR 你看这里头是这个 模式是可读的 现在我们来 再来判断一下 可读的跟可写的 它俩是不是一个类型 type括号 前面这个F呢 是可写的 然后我们判断它 是不是等于 type括号 那个可读的 FR括号 回车 也是处 说明呢 他们俩的类型呢 也是相同的 那么只不过模式不同 一个是可读的 一个是可写的而已 而再就是不同一点的呢 就是文件对 作为文件类型的呢 有一些方法的调用 和这个标准输出的 方法的调用呢 会略有不同 这个呢 基本上类型是相同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实际IO 我们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写入 就是写了一个 可以处理文件对象的函数 但是呢 需要处理的数据 是文本字符串 而不是文件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呢 怎么办呢 针对这种问题呢 有一个简单容易解决的方案 就是加载实际IO 实际IO呢 是一种类型 在实际IO的模块下 那我们需要用的话 呃 就是把 就是我们要处理的 我们写个函数 是处理文件对象的 但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呢 又是文本字符串 不是文件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用一下实际IO 这个实际IO呢 需要导入 STRNGIO 那这个 这个类 这个类型呢 是在这个实际IO模块下 那我们就AMPORT 它俩名字都是一样的 实际IO 后面这个是模块 前面这个呢 是个类型 回册 啊 写错了 STR FROM 然后STRNGIO IMPORT STRNGIO 这侧 哎 还是错掉了 我们又少写了一个 又少写了一个T 重新来 FROM 然后是实菌 STR STRNGIO 好 这样导入了 都敲了一个 中括号 好 那么导入这个模块以后 接下来 我们就创建一个 实际IO类型的对象 比如说 我们要把它当成文件 字符串的 使用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变量 叫 Fill 香花线 Lac 然后 -STRNG 这是我们的变量 我们这个变量呢 就是实际IO类型的 把它创建一个 创建实际IO的时候 它有个构造函数 就是直接可以接受一个字符串 那我咱们就直接给它一个多行的字符串 这个多行的字符串呢 我们就随便敲了 第一个 This is a 然后另起一行 写线N 然后再继续敲多行的字符串 MULT I L N E String 然后再 一个句点 再来一个另起一行 一个写线N 然后我们继续敲 R E R E A D L N E Read Line 方法 S H O U L D S E E 再另起一行 写线N 然后继续 继续再敲一行吧 MULT I P L E L I E S 空格 O F 写线N 写线N 另起一行 最后再来一行 Input 好 就这样 小括号结束 回车 那我们现在创建了一个String I O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里面有多行 就是有换行符的 有多行的这个字符串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字符串 读取一行 试试 就当成文件来操作 F I L E 相画线 L I K E String 然后我们读一行 因为这个String I O呢 它就是跟这个文本对象呢 也有一个 有一点就是轻微的差异 不是很多 就是它俩之间呢 就是String I O之间呢 跟文本对象之间呢 文本 它们之间呢 是有差异 但是呢 接口允许 它们俩之间进行一个简单的转换 那么差异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而我们像文本文件那样运行 去调用一下它的Readline 去读取一行 调用 敲一个点 R E A D L I N E 读取一行 回车 你看我执行一行 这里读到的呢 就是这个回车换行符前面的 那我再执行一次 回车 读到了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然后最后一行 读完了 再读 没有了 这就是这个 String I O 它的创建呢 非常的简单 它呢 可以这个 跟这个文本之间呢 跟文件之间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转换 是接口里允许的 这是 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所以你要创建的时候呢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就是new一个 先导入 String I O 然后把它创建出来 就行了 那 除了这个 ReadLine方法呢 这个 String I O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你愿意看的话 你可以用DIR函数 看一下 它都有哪些属性 我们这里呢 括号 就给它这个 F I L E 下化线 L I K E 下化线 String 好 回车 你会看到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 属性和方法 那你就可以呢 自己去看一下 你要用什么 用什么呢 你就去调用什么 去查阅一下资料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他们俩之间呢 就是这个 String I O 和这个文件之间呢 还是存在差异的 但是 接口也许 他们俩进行 简单的转换 所以呢 你要是写了一个函数 处理文件的话 你实际上要处理的是 文本字符串 那你就可以 new一个String I O 把字符串放进去 然后当成文件 扔给函数使用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比对一下 他俩的这个属性 比对他俩属性呢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 有了这样的一个 String I O对象了 然后我们再去跟一个 文本对象进行比对 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F 这个F呢 是读取这个 读 就是写入啊 FR FR呢 是一个读取的文件 那我们现在呢 跟他 跟他做一下比较 怎么比较呢 我们利用这个 SET 进行一下比较 先导入 FRM 导入SET 模块下的 SETS IMPORT 进行一下 这个比对计算 导入SET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SIO 就是我们那个 SGIN SGIN 那个SGIN I O对象 来看一下 它的内容 -SET 这是我们的变量 创建SET对象 DIR 列出来 列出来我们这个 Fill SGIN I O对象 都有哪些功能 L I K E 下滑线 SGIN 把它先列出来 然后扔给这个SET 还缺一个括号 回车 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 文件里面都有什么 F I L E 下滑线 SET 等于 SET 括号 那这里呢 就列一下 FR对象 都有些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 让它俩去对比 对比谁呢 我们用 SIO 点 S SIO 杠 SET 这是那个SGIN I O下 提供的一些功能 让它呢 去跟这个文件 文件对象 进行比较 要用它的 DIFFERENCE 进行 相减比对 括号 F I L E 小滑线 SET 这是拿 SGIN I O对象 跟这个文件 读可读文件 对象 它俩进行比对 回车 你会看到呢 还剩下这么几个 就是说 它俩的这个文件 类型的对象 跟SGIN I O对象呢 它们俩之间 提供的方法和属性 是有差异的 那么怎么算呢 你就拿它俩之间 互相比对 看看谁减谁 还剩多少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 再来算一下 后面这个是FILL 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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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要用它的 DIFFERENCE 跟我们的这个SIO 进行比对 SIO 下滑线 SET 括号 你看呢 差这么多 后面呢 还有这些 所以它们俩 互相之间呢 相减一下 就比对出来了 谁的方法 谁的属性 多一些 也就是说 我们拿它俩之间 进行比较呢 目的就是要知道 那个FILL对象 就是文件 类型的对象 跟SJNL对象 之间呢 它俩还是有差异的 虽然能简单的 进行转换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好 最后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 UIL label 如果我们读取的 这个文件 就是说 我们在操作 文本文件的时候 如果你读的文件呢 不是本地的 需要呢 在互联网上去拿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办呢 那可能是我们希望 附用一段代码 然后这个代码 需要一个文件对象 而内建的文件 类型呢 它又不知道互联网 所以它找不到 别的那台机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 URL label 这个模块 就用URL label呢 可以提供 上网络的一个 外部服务器上 去读取数据 我们做一个比方 那我们要使用 这个URL label的话呢 首先你得先 先导入URL label 然后呢 再去调用URL label的 open 就是open的方法 去打开 打开一个URL的文件 然后我们再去读取 好 那我们先 先找一个文件 简单一点的文件 打开一个浏览器 开一个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面呢 去找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好 去读取内容 好 那首先呢 打开浏览器以后呢 我们先去找一个网站 浏览器打开了 我们这个网站 呃 是EVC在局域网上 我们自己输一个网站 http 冒号 我们自己输 我们当前的 这个局域网内的网站 198点 呃 错了啊 198点 198点0.4 然后冒号8088 这是我们自己 内部的局域网站 那你要在互联网上呢 你自己找一个网页 admin 然后写线 default 就这个 登录的这个网页 啊 那我们 既然这个网页呢 有这个 也能出来了 说明这个URL网址呢 是对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路径 拷贝下来 选中 单击鼠标右键复制 然后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关掉它呢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下面的这个 iPattern当中 我们就准备一个URLabel的对象 那先导入 这里呢 要先导入 IMPORT 导入URLabel LIB 后面这还开了个浏览器 把它关掉 不要了 打入以后 URL LIB 敲错了 敲了个D LIB 回测 打入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去准备一个URL文件对象 URL下滑线 Fill 等于什么呢 怎么创建呢 就通过调用URL LIB模块的URL Open Open Open函数 去打开一个 这个网络上的文件 括号 那这个小括号里面 我们就要给它一个URL支付串 我们就告诉它 我们要 给的就是HTTP 冒号 我们刚刚拷贝的URL支付串呢 在这里 过来以后 作为参数 传给这个URL Open 我们就能拿到一个文件 就是远程的 通过浏览器 拿到的一个文件对象 那这个文件对象呢 你可以读取 比如说我们要把内容读出来 读到这个一个 一个变量里面去 再准备一个变量 URL 下滑线 DOCS 就是说我们放那个URL文件内容 放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就等于 URL下滑线 Fill的Read的方法 这就是通过互联网 就是通过网络去读取的 一个其他服务器上的 一个外部服务器上的 一个文件内容 回册 我们看看这一读到的文档里 都有 里面有多少字节 那我们用LINE 括号来判断一下 URL DOCS 回册 你看有8927字节 读完了以后要注意 URL这个文档 就是读取的URL文档 读完了以后 你也要关闭 关闭呢 跟前面一样 URL URL-Fill 要用它的close C-L-O-S-E 括号 回册 这就把它关掉了 然后你要愿意看的话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这支付串 Print Print打印 URL-D-O-C-S 回册 然后你看 我从那个远程拿到的这个内容 都是一些HTML的代码 HTML的代码 在这里就把它打印出来了 就通过这个URL open的方式 你可以拿到网络上的一个文件的内容 但是拿到文件的内容呢 这些字符 这些字符呢 不一定是人家 不是人家那个文件的原码 而是呢 通过浏览器 通过浏览器呢 接收到请求的服务器 给到的数据 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Print当中 如果你需要拿的这个文件内容 是通过这个远程的 取其他的外部服务器上的文件内容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URLabel的模块去获取 当然呢 你拿到的不是原文件的原码 而是呢 就是浏览器接收到的加载后的内容 这就是URLabel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关于这个文本的相关的内容 主要就是介绍这三个模块 介绍一下标准输入输出 就是SYS模块下的 STDIN和STD这个OUT 它们俩呢 实际上都是文件类型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SGINIO 另外一种类型 就是可以当做这个文件类型 可以使用的这么一个支付串对象 还有就是URLabel 好 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